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套彩球呢 它是练清灵 也练整体 它是以螺旋径为主的 所以第二套彩球里边就是 所有的动作都贯穿着螺旋在里面 第一套彩球里边就是转的时候 那是一个体内的气阶的螺旋 你看咱们一转一转球 一转马上一转 从尖到轴到腕里边 形体的螺旋小 那个内劲的螺旋多一点 第二套彩球呢 因为它主要是练螺旋的 所以它不仅是内劲的螺旋 而且整个的形体 动作都是在螺旋 所以这个螺旋径呢 它就学正螺旋反螺旋 一般的书呢 叫什么蝉丝 逆蝉丝 顺蝉丝 什么正螺旋反螺旋 所以咱们这样就 咱就不这么讲它 为了理解简单讲就是呢 咱们叫一个正螺旋 这个反螺旋 手心冲 拉手心拖这个球 这个球在那个手心上面 转出去之后 转出去之后变成呢 在球变下了去了 球变下了去了 所以这样一出 要出去 要出去 这底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下一个 就把这下一个那个 叫做一个反 如果是那么 如果从底下那么 球在下面 一推过去之后 变成上面呢 叫做一个正 这里的正螺旋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里的反螺旋 就是反螺旋 叫出的时候就是呢 就这么讲 但你要出去 你要出去 你这样是 拿这个正螺旋 这么出去 你要回来的话呢 就得是反向 它的反向回来 你要这样的话呢 这个反螺旋出去 你回来就这么想回来就是 所以这样的地方呢 就这么 拿这个球做标志 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就注意的话呢 练的话呢 练的话呢 练就是你 你别直到出 直到回来 你出去 转个圈 回来转一下 这不就落选了吗 所以就把过去很多的说的这个 什么 什么正 什么 什么顺参丝 逆参丝啊 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就把它简单化了 你简单化了 就给拿这个球 就拿这个球的 你不要直出 直入 转着出去 转着出去 所以这样就是呢 上 下 左右 前后 都是这么一个 都是这么个变化规律 所以这样就是呢 掌握了它之后呢 就是 这就什么了 就很简单了 但要注意 就要注意 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简单翻 就是胳膊 你这么转出去 跟一个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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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螺旋 转出去 就这样转 这个胳膊 它都得转 这个胳膊 这个肘 这上的 这个大臂的话 转的小一点 它也 它也 它不是不动 不是不动 不是光是小臂转 大臂也 你要是从肩那儿 也要有这么 一点转的意思 要转的意思 从肩后它转 以后一回来 从你要体会 一出一回的时候 这个正反螺旋 这个肩后和肩前 它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嗯 要注意 要注意 一方说动力要小 动力要小 这个动力要慢 动力要慢 动力越慢 慢慢体会的 这个肌肉啊 你看它 它怎么绞着转呢 绞着转 慢慢体会就多了 如果你一向动得很快呢 动得很快了 所以这样 你可能体会就不多了 所以练太极拳 这个体会的要慢 体会的要慢 在一边运动 一边体擦 这本身你发生命 就这样转 所以你脑子里面 意想跟着它再转 跟着它动 看看怎么个动法呢 看怎么个动法 所以这就是呢 第二道台极 球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说的最关键 它动作 比这第一 它在球呢 应该是复杂 但是做起来要简单 做起来要简单 因为一说上下左右前后 你都这么做 都这么做 你这么做 你上面也这么做 你上面也这么做 也这么做 也这么做 但是我们要做的时候 你要注意去呢 你要出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呢 每一套 每一节的动作 都是 你往前出 前去的话呢 有一个这样出 这么回 这么出 这么回 还有一个呢 这么出 这么回 这么出 都是一个 每一个动作 每一节里边 它都要这么 正反练这么 一遍 正反练一遍 往上去的话 往上去 就这么转上去 这么下来 转上去 下来 然后就是呢 你再这么转一个 这么下来一个 都是一个 一反一正 一反一正的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掌握了规律 就一说 也就会 就完了 就完了 向下 向下的话 你看 你也从上就这么走 就这么转 这么转下来 这么转下来 然后那边下面 就这么转出去 就这样转出去 它就很 哪里有了这个球 就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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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这个 这个转就是呢 太极圈里边 最麻烦的 最不好讲 最不好领悟的 就是螺旋进 陈日带一圈叫蝉丝进 杨氏无论什么叫螺旋进 有人叫抽丝进 它最麻烦 它最不好弄 一开始 先不要练 先不要练弧形的 就是练直的 就是练直的 练直的 练直的 练直的完了以后 练熟了以后 再练弧形的 咱们就有一个弧形 从那个侧地方去 是个弧形 其他的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直的 都是直的 所以这个腕子的话呢 我们再练这个 转这个球 再练弧形劲的时候 这个腕子 要保持一定的直 不是那么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 那么动 不是随随便便 这个腕子动的要小 腕子动的要小 腕子动的要小 所以我们有这个 要喜欢那么多的